好 那这一题呢 一样要找 eigenvalue 跟 eigenspace 好 所以他们目的就是要去找一个 av 等于 lambda v 这个 v 的空间 那还有对应到的 lambda 是谁 那解这个呢 其实就是再去解 a 减掉 lambda i 乘上 v 等于 0 那因为那个 的 v 是哪些 但是呢如果 v 非 0 都表示怎样 这边的行列是要为 0 所以我们第一个其实很简单 a 减 lambda i 这刚好就变成什么 负 lambda 负 lambda 负 lambda 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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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个的话呢 行列式其实就很好解啦 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负 lambda 的 3 次方 然后剩下的都是 其他的部分都是 0 所以负 lambda 的 4 方等于 0 那我们就可以出来 lambda 会等于 0 好 lambda 等于 0 带回去呢 就会得到怎样 你今天还是这个 这个乘上什么呢 我们再写一次好了 就说这个式子 你要乘上哪一个向量 对 才会等于 0 呢 我们就找他的解空间 所以这解空间的话呢 我们就这个跟这个内积要为 0 所以我们就知道 y 要等于 0 这两行内积为 0 就是 z 等于 0 所以我的 x 呢可以乱动 所以我的解空间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这对应到解空间就是什么 100 的 t 倍 都是他的解 所以他的解空间就是由 100 所生出来的